欢呼说买一台蔚来产的旗舰纯电轿车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呢 我是加油的超线真实视频为您带来这台蔚来ET7的全面体验 这台车它全面售价是从45万8到53万6 有75度和100度电池两种版本 我们这台车就是它的53万6的100度电池首发版 可以最大支持700公里的纯电行驶 它的整个车长超过5米1 定位中大型 虽然是一款纯电轿车 但是其实它的前脸还有点燃油车的味道 看下方的隔山是通透的处理 另外在它的车头包括侧面包括顶部 有大量的硬件感知设备 这台车身上总计有一个激光雷达 5个毫米波雷达和12个超声波雷达 以及11个摄像头 在它的车身顶部这里 中间是它的激光雷达 可以照射之前方300米到500米的距离 因为激光雷达主要是负责长距离的探测 特别是在雨雪天际下 可以克服恶劣天际带来影响 另外你可以看到两边各一个摄像头 包括在这里 包括在这里 摄像头密密麻麻 遍布全身 轮胎部分呢 这台车一共三款 前两款用的是245R19 而这台顶配呢 是用的245R20 比起轮胎规格还是不错的 只不过呢 这个厚度啊 稍稍的薄了一些 所以在行驶过程中呢 感觉从轮胎这个部分 传上来的那种小颠簸小震动 还是有点多的 扎车盘尺寸差不多有37-8公分 还是非常大 另外这里是它的Brambo四伙赛卡前 原厂就有的 我们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啊 一个很大的双插臂悬架 站不住 应该是铝合金材质的 另外在双插臂的后面呢 是它的减震筒 你看这个减震筒的尺寸 可能是一般的减震筒两倍的大 这就是它的气筒 这台车呢 它是可以实现底盘升降 最低点啊 差不多就在这 15公分的离地高度 它的整个的底盘呢 是全包的大平板设计 它的这个门呢 是采用了电器门设计 此外呢 如果你要开门的话 只需要把手放进来 它就会自动感应 无框玻璃 而且是双层夹胶 它的座舱地板 差不多在这个高度 那么距离下边儿的话 我们测量一下 差不多有20公分左右 这部分空间呢 就是容纳它的底盘电池的距离 所以看到这种电动车 那一般来说的底盘 做的是比较厚的 不过好在 这台车离地也能做到15公分 也算是轿车的一个正常数据 那么来到这台车的尾部呢 首先在前方这里 还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 所以这台车 真是把摄像头捕装到牙齿了 在这里也有一个 打开它的后备箱会发现 整个的开口并不算很高 差不多在45、60公分 一般的轿车正常开口 差不多在50公分 它要稍微矮一些 但是它的近身非常大 差不多有100公分以上 横向的宽度 差不多有105公分 是一个四四方方的 一个一平方米的这样一个空间 空间还是很规则 但是容积不算大 而且 它下方的空间也很小 实际上你可用的也就是这么点 它也没有提供备胎 就是补胎装置 因为蔚来现在全系的产品 都是前后双电机 前面一个后面一个 所以它后备箱的空间 是用来放电机 后备箱空间呢 是相对受到一定的局限 以我178的身高来识色 这台车它的前排头部空间 大约一拳多表现不错 前排座椅带了活动腿拖 最长可以延伸到59厘米的宽度 来到第二排 头部空间略窄大约只有四指 第二排座椅宽度大概51公分 而腿部间距大约38公分 接近于奥迪A6的水平 作为一台中大型轿车 这样的空间表现算是主流水平 它的头部空间其实算不上特别宽敞 但是呢 因为它有了这种全景天幕的设计 整个车顶被设计的比较薄 所以你看 差不多堪堪还能够挤出四指的空间 那如果设计成这种车顶的话 可能我一坐上来就会要顶头了 这也是现在很多电动车 都喜欢用全景天幕设计的一个背后原因 因为一方面呢 它电池要堆在下面 提升了地盘的高度 另外一方面呢 整个车又不可能坐得太高 特别是对这种轿车来说 所以它用这种全景天幕的设计既好看 同时呢 又降低了车顶的厚度 让你有比较好的头部空间 这是一个比较取巧的设计 当然了 未来还是比较贴心的 如果你不喜欢这种全景天幕大玻璃 觉得晒的话 它在观光商城还是给你提供了那种物理的遮阳帘 你可以手动把它往上一卡就可以遮蔽阳光 当然了这个玻璃本身是可以隔离比较绝大部分紫外线的 另外呢坐在后排 第二个细节是这台车它的座椅的高度还不错 离地高度差不多在三十一二公分的样子 整个大腿能够比较好的乘托 另外在乔市中控台的末端这里 给了一块触控屏 用来操作音乐操作空调等常用功能的 其实相比较这台ET7的外观 它的座舱内饰部分让我的感觉会更好 比如说你看它中控台面的上方覆盖的是磨砂材质的糖素 看起来呢就有点皮毛的质感 另外你看这里是真正的石木 而空调触风口呢是被隐藏在这个下方了 那么这个部分包括到这里 到这里包括到座椅全部都是真皮包裹 而中控台上的木纹面板 包括门上的这条面板 包括这里也是真皮啊 包括门板上的控制键这里 全部都是石木材质 另外中控台上方设置的非常极简 只有三个物理键 这个键是负责几种驾驶模式调节 包括一些常用的驾驶功能 雪地模式普通过等等 这个屏幕上有一个辅助通过的功能 点击的话它就可以将底盘的离地提高到大概三四厘米 现在它的离地高度已经提高到了18-9公分 智能车机这块用的是8155芯片 也是目前主流的水平 我们来试验一下 Hi Nomi 打开车窗 打开四分之一车窗 反应还是比较快 在自动驾驶部分呢 这台车用的是英伟达的ORIN X芯片 单片算力可以达到256TOPS 但是这台车一共装了四片 总算力可以达到1024TOPS 这是目前国内量产车的最高水平 也就是说你不管你用得上用不上 它的算力荣余是给你已经达到上千TOPS了 像华为的那个计算平台 最大是400TOPS 所以它比那个高了一倍多 那么当然呢 这台车它的自动驾驶辅助功能呢 现在赤家车上还没有完全的开通 所以我们就只能简单的来 现在车内空气质量为精度污染 你为你开启空气净化 我们就只能简单看一下 有哪些功能 这个Nomi Pilot 那我们刚才在车内的时候 它的底盘升高了大概30公分 我们一下车它的底盘就自动降下来了 而且我们听到很明显的泄气的声音 现在它的底盘呢 又重新的回到了14-15公分的水平 这个车的方向盘调节非常奇特 它在后面没有相关的按键 是在这里 点开始调节 一上手这台车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油润感 非常的足 它的方向盘阻尼设定非常的线性柔顺 转动起来呢就感觉它的转向柱是搅在了一锅糖浆里面 搅啊搅啊这种感觉非常的细腻 超过5米1的一台车 你看它的整体转向还是非常的灵敏 看在低速下面啊 我们在这个固定车道里面走 轻轻揪动个5度 整个车身响应非常的快 而且我们看它的方向转向 一圈 到这 不算是特别大 就是一般的前驱车的水准 但是这个转向的指向精准度和 阻尼的设置的细腻程度 转动起来是挺舒服 挺带感的 我们来试一下它的动力 动力模式调整呢 是在中共台这里有一个物理按键 点击的话我们选择运动家 在运动家模式下呢 它可以最快跑到130.8秒 前后双电机的设置 最大有800多牛米 650多匹马力的输出 这条路呢 有点点坡度 好我们走起 哇 哇 120吧 哇 啊 我感觉我的大脑瞬间就缺氧了 哎 走 呜 呜 不行不行 因为你在这种 很大的短时间的G值的压迫下 你的血液会从你的头部往下流 所以你的大脑瞬间会缺氧 就会感觉到头晕 放一个舒适模式 地板走 哎 这个加速呢 就相对来说要平顺 舒适很多了 哎 体感的话应该是在六七秒 而且这种舒适模式下 我们加个速 松开 你看它拖转感也不是很明显 哎 跟油车的那种平滑感非常相似 我们再把它调整到捷的模式下 马上那种拖转感就 扑面来 封开 非常的不舒适 底盘方面呢 在开这台车的时候发现啊 它的前旋的响应还是非常灵敏的 包括支撑性啊 包括车身的侧型啊 都控制的非常好 但是呢 后旋就是在压过一些比较大的颠簸坑挖的时候 感觉车身发沉 怎么说呢 如果是压过一些比较大的坑的时候 好的悬挂啊 车屁股是很快的通过去 然后它那个震动啊 响应会很快 然后车身很快的就会被拉住 而这台车呢 你在压过去的时候 我感觉 它是一下子沉进去 然后过了一会儿才起来 它整个的这个拉的过程呢 要相对的慢一些 就感觉车屁股的这个 上下的弹跳响应啊 有点笨 没有那么灵敏 此外呢 在压过一些比较粗糙的路面的时候 整个的碎震还是感觉比较多 不够的干净紧致 在掉头的时候 观察一下 它整个的屏幕的细腻程度 还是非常高的 智能电动车 在这些智能化的细节方面 确实 都是做到了标杆的水准 所以这台车在动态驾驶部分 我感觉 无论是动力转向都没问题 可能稍稍不足的 就是它的底盘部分 如果能够调的更紧致更干净 或者说呢 能把后拳的整个动态显示呢 反应速度提高一点 整个开起来呢 就更有运动味儿了 毕竟它的加速确实太吓人了 相对来说底盘呢 稍稍有点脱后腿 填了这台ETC之后呢 如果说让我感到犹豫的点的话 就两个 第一个就是它的价格 50万左右 价格确实不算低 第二个就是在行驶的过程中呢 感觉悬架的响应啊 稍微有点笨 有点迟疑 跟它这种 非常强大的动力性能相比的话 调教呢稍微有点没跟上 但是呢 反过来说 从它前后双电机 包括整个座舱内部智能化 包括自动驾驶层面的硬件来说 可以说在40-50万这个级别 做到了国内的天花板 它身上啊 现在有很多的功能 还没有开发出来 配合它超过1000Tops的算力 其实这台车在后期 智能价值部分 可以开发出很多的功能 很广阔的应用场景 未来他们的想法是 做一台车出来 我要至少做到5年以上 常用常薪 也说你现在花50万买这样一台车 你可能在5年以后 就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台车了 所以这就是新势力造车的思路 或者说是电动车造车的思路 我觉得未来也好 或者我说为小李也好 其实在给我们的电动车制造 创造一种全新的模板和思路 包括像现在国产的电动车 在全世界都是一种领先的态势 那么像ETCG这样的车 我觉得未来也会是我们国产电动车 甚至全球级别的高端电动车的 一个模板 因为我们国产的新势力 或者说我们国产品牌 他们的进化速度是要更快的